河南红马事件愈演愈烈 竟无一个部门出来负责 最近有两个群体被赴红马事件 在舆论场引发关注 一个是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储户 被赴红马事件 另一个是郑州部分停工楼盘业主 被赴红马事件 诡异的是 这两件事情发酵好几天了 究竟是哪个部门给他们赴红马的 为什么有如此明确的群体性指向 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这些问题还没有一个答案 更奇葩的是 这两件事 出来回应的相关部门挺多的 但就是没有一个部门承认真正问题所在 也没有一个部门出来对这件事负责 更没有一个部门因此是被调查和追责 先来看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赴红马事件 6月14日 河南省卫健委值班是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媒体 接到多个外地来与储户被赴红马投诉后 省卫健委昨日已将投诉反馈至相关部门 目前正在调查核实中 至于这些储户为何被赴红马以及调查核实的进展等 该工作人员表示暂不了解 郑州12345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现在已将该情况上报政府 正在积极改进中建议进行后续的关注 河南省赴红马的情况是省级单位进行处理的 建议可以尝试向社区咨询 但据其接到的通知是目前社区也无法处理 如果是郑州市的红马 我们可以进行受理 看了这个回应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 今天已经16日了 河南省卫健委调查两三天了 还没调查好吗 就调查一下 这个事情背后是谁操控和主导的 是谁做出的决定 不复杂吧 就这么难吗 比唐山公安跨省抓捕 多位犯罪嫌疑人还要慢 这说不过吧 第二 如果真是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为何会有如何明确的群体性指向 为什么之前没出问题 偏在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储户 集体来郑州维权 讨说法的时候出问题 这不是巧合吧 大数据信息库出问题 都出得如此精准和智慧吗 面对这种情况 如果说只是数据库出问题了 没有人在背后搅动风云 会有人相信吗 别侮辱民众的智商了 再来看郑州部分停工楼盘业主 被付红码事件 郑州12345热线给出的答复是 他们也不清楚 具体是哪个部门给付的红码 要等相关部门落实核查之后 才知道原因 工作人员称 苏小姐可以向社区申请 会有专人处理 为其转为绿码 虽然相关业主 已经在做核酸之后 赚绿了 但还被社区要求写一份保证书 内容包括保证不去高风险地区 不再去有关部门等 对于此事件 我只有一个疑问 既然都按照有关规定转绿了 为什么还要写保证书 这个保证书有依据吗 写保证也就算了 保证不去高风险地区 还可以理解 保证不再去有关部门 是什么意思 这是谁的授意 这难道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你们都明说 不让这些业主去有关部门了 这不就相当于承认了 给这些业主付红码 是为了限制他们出门 限制他们去有关部门投诉 和集体维权吗 这个保证书 真的有点可笑了 最后 我还是想强调的是 健康码就是健康码 绝不能违法违规滥用 随意给人付红码 应被严肃追责 滥用健康码的现实风险 不容忽略 如果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 我们试想一下 万一疫情真的来了呢 这种是不是给健康人 付红码的事情 是不是会把我们的疫情 防控搞乱 是不是可以折腾更多人 甚至给社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这些都需要河南正视并回答 现在迟迟没人出来负责 快速通报处理此事 使我们感觉 滥用健康码这种风险越来越大了 社会的安全感 也会因此而越来越差了 强烈建议此 是由国务院或者河南相关部门 成立调查组彻查 绝不能再这么提提球下去 绝不能再这么模棱两可 拖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